大家好 感谢大家来收看野人 这一次给大家带来的一个比赛结束 这场比赛是七夕之月珠宝杯的一场比赛 这场比赛也是由妖妖语音跟七夕之月珠宝联合举办的 那这一次比赛的一个最大的看点的一局 比赛就产生了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场比赛是最后的一个决赛 基本方这边是静宝宝 这边也是诸多这边主播 像张三峰 小龙妹 还有这边炮神 也就是紫阳 都是 都是 目前当红的 可以说是当红的主播 个人能力不用多说 然后天灾坊这边是尬的 也是 以前 斩获过很多威特斯冠军的这么一支队伍 这边是 奈特 也就是光哥 当的一个队长 我们看一下双方的这个BP 旧方这边是班的老鹿 独龙 这边白牛 天灾方这边是班火女 班狮 最后一局 也是 我们看看会打一个什么样的不一样的东西吧 这一场比赛如果赢了的话 如果赢了的话就可以获得2500块钱的现金加5颗 H4 VS 级的这种 钻石十分的 还带证书的 这个东西到时候演员会包邮到你家去 假不了 然后第二名的话也就是说就算输了 输了这一局的话也会拿到2000块钱的现金 这个到时候演员也是会支付宝打给你的 不管怎么说 这场比赛的两支队伍也是一路杀过来 也是非常非常不容易 好我们接着来看这个比赛了 天灾方这边是班的 选了一个蝙蝠 进入方拿了小牛 这一场比赛 我感觉你看这边老鹿还有火女都被班了 也就是说非常强势的一些中弹英雄都被班了 不知道他们这一局会怎么打 这个蝙蝠应该是个山后卫的蝙蝠 很早的就拿出来了 这边第二手人还要还在考虑 关于进方的队长 我这边也是说一下吧 杨文静可能很多人不太清楚 最开始我最开始认识杨文静的时候 差不多是在 应该有一年了吧 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他很厉害 最新的时候还发过几期RIV给我了 我之前好像是在之前的一次比赛中也是说过 也是非常非常给力的 后来有一段时间也是玩了一段时间的一个DOTA2 所以DOTA1的这边好多人也是不知道 今天我们在所有群里面 突然杨文静在那里冒出来说话在那里摇天 结果他发了他那个战绩截图出来吗 淘宝 别人以为都是他淘宝 哎呦我也是醉了 其实还是很给力的 这边像小龙妹还有紫阳 他们都愿意让他当队长 其实说明他的这个能力还是有的 对吧哈 好这里我们不多说 我们来看镇上比赛 小牛加龙鹰 提前把一个四五号位给点了 这样的话龙鹰 跟小牛的线上压制能力也是非常不用多说的是吧 牛肉先先给前妻龙鹰可以用这个C 密法英损去 那个C啊C技能去耗别人是吧 还有一手沉默也是比较针对蝙蝠这样的一个英雄的 然后另外的打线上 呃秒人的话牛头先手F龙鹰界大 非常非常强的AOE爆发 那么我们看天灾方怎么应对了 呃之前打那种不弱啊 就是不强的战队的话 可能前面的BP啊就比较随意 但是我们看一下这一局啊 双方的第一局看样子在这个BP方面 考虑了好久好久 呃这边知道龙鹰我这边就是拿神灵 拿神灵搬火枪 拿神灵搬火枪 其实我个人感觉 如果要往往大后期去拖的话 呃火枪这个英雄确实还不怕神灵 如果是打了三四十分钟的话 神灵这个英雄还是比较强的啊 呃怎么说呢三四十分钟 呃一般神灵如果是走优速度发育的 他的装备应该是在甲腿 呃 臂刀臂 臂张 然后 御障 然后缴械这个当局应该有了吧 呃后续的话我们不多说 但是一旦有了缴械了之后三四十分钟 我们想想火枪这个英雄带三四十分钟 有什么装备 呃正常出装 甲腿 要不然你就是 呃相位鞋是吧 双刀 冰眼 对吧 这个时候 你如 啊还有个天鹰戒 这个天鹰戒肯定是要的 呃如果这个时候你还能补出一个 那个青蛊棒出来 你可能还能打得动 但是三四十分钟 火枪如果要能出的这些装备的话 双刀冰眼 甲腿 天鹰戒 还加大魔棒 还再加一个金箍棒 我感觉这个装备 在三四十分钟的话 应该是有点无敌了 所以 感觉三四十分钟 如果神灵 他们这边能把握住节奏的话 其实 呃 神灵这个英雄不是特别怕火枪的 如果再往后拖来就肯定就不行 但是在三四十分钟 这个这个英雄还是有点无敌的 那么也就是说 呃 他们这边选择要打一个前中期啊 不打算往后打后拖 然后天 静悟方这边是搬的一手沉默 天再往这边再点一手小鱼 把小鱼也给搬了 好 静悟方再点一手 再搬这一手全能 那这样的话 他搬掉这两个英雄 他倒没搬暗幕啊 我们知道这个暗幕加这个神灵 其实很无解的啊 暗幕出一个勇气新装 给这边的一个神灵一套 然后再来一个那个大招 这个神灵真的有点无敌 加上他有一个 呃 魔抗嘛是吧 神灵本来就魔抗高嘛 所以魔法想瞄着他不太容易 然后打他的话呢 这个英雄又出了那个脚线 啊就是天堂之己嘛 有一个那个miss的效果 所以对面想打他 还得要金箍棒 神灵的护脚又那么高 所以这个英雄不太容易秒的 等一下我们来看他怎么处理神灵这个点 啊 静悟方这边第三手是拿了一手虚空 这个虚空点出来的话 应该是一个三号位的虚空 做一个打团控用 啊 然后静悟方这边 再拿天真方这边再点一手VS 点控 关键的时候用来换人 都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但是啊 静悟方 天真方这个阵容有蝙蝠 静悟方有小牛 所以 团战的时候 如果这个蝙蝠先手拉 这个牛头 如果没有控制好 没有找到这个牛 牛头可能给一把 会打断这边的一个 一个跳拉的这么一个行 一个一个 一个举动 第四手我们看一下 这边静悟方是拿了一手女王 中单女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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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单女王到底打什么呢 对面有龙鹰 神灵的点的话 目前来看啊 天真方这个阵容缺乏一个 带线 带线不是很给力 也就是拖着大后期的话 这边静悟方这个 天真方这个阵容 带线能力 就带不动了 因为他们这边 AOE啊 还好不利手作斯 不利手作斯的话 会好一点 这个时候 双方都应该在抢 烈树的英雄 我的感觉 我感觉这个虚空 可能是打一个三号位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 也就是说 选择下路混等级的这么一个虚空 然后上路会选择钢山 独龙这个英雄 并没有 并没有拿掉啊 并没有搬掉啊 并没有搬掉啊 会不会拿独龙啊 好 静悟方搬了一手船长 天真方搬八条 其实 天真方这个阵容 还差一手四号位 所以他们这边 也是搬掉一个团控 船长 其实都不错的 时间快到了 时间快到了 我去拿了一个Doom 这个有点屌了 本来这个英雄应该归天才方拿的 天才方拿了一个四号 拿一个Doom的话就屌爆了 因为静悟方这边只是单核 现在的话对面还要补英雄啊 这一局的话就有点难搞了 本来他们补一个拿的是四号位 就比较妥是吧 现在的话这下有点头疼了 这边 要不要补一个 还要补一个能输出的点了 还要补一个能输出的点 看看怎么这边怎么选择了 只有二十多秒钟了 对面只有一个神灵 团战的时候吃个Doom 这边是哪里走库鲁王 这是没办法给点的 本来这个阵容是 这个阵容到最后一手 应该都是要抢Doom这个英雄的 因为双方都是单核嘛 静悟方这边只是一个虚空 是吧 女王这个英雄其实 DPS能力有限 也就是打不动神灵 这个Doom很关键 我只想说这个Doom真的很关键 如果是让这个 天真法拿了Doom的话 他们这边是拿了其他的别的英雄 那就不好说了 然后 GUD这个队伍 也是比较喜欢打这边的一个 骷髅王的 以前打一个骷髅王火女 这么一个 然后中单配火枪 当时也是利用这一套打 一直打到了威赛斯冠军 拿了一次威赛斯冠军 演员当时也是把那个视频 也是做出来了 nice 这个 这哥们应该是平时 玩Dota 2 玩的比较那个 把这片树林一烧 那对面的话想游走 就不太容易了 有的时候会藏在这里面 等下这个眼估计要被反掉 我是猜的 等下可能会在这里反掉 反掉的话 但是这片林子已经烧开了 提供一个视野 非常非常不错 我的感觉 我的感觉 我倒觉得他们 那个 这边请求一下暂停 我们这边暂停一下 这是什么意思啊 应该是加钱吧 什么意思啊 改件 改件 我这个拼音也是坠了 哈哈 好 好 看一下他们的一个中单啊 没问题 这边还是一个咒识 先记一下 看看中心中路有没有眼 那这样的话 这个眼是静光方是做的这边 天才方这个眼 好 你看 这种眼肯定会反掉的 走劣势路嘛 这种眼 然后这边 我开始说这个蝙蝠啊 其实可以把这片林子一烧 早点点出门 然后把那片林子一烧 这样的话 我们看一下蝙蝠从这里烧一下 烧烧路来吃惊艳的吗 啊 这个 这个路子不错 再烧大一点点 要不再烧过去一点 但是龙鹰好像发现他了 哎 没有 这边应该没事也吧 以前的话 那种赏金呢 烈树路混野的赏金就是 就是喜欢钻在这个里面 就吃惊艳 有的时候那种机智的 在这个地方点个睁眼 这个龙鹰还是应该是有所发现 看到了 拔一到 蝙蝠过来吃了半级惊艳 我倒觉得 开始的时候把这边林子一烧 然后用VS去拉野 会比较好一点 哎 这边有没有机会 哎 我们看到咒斯 这边踩一脚 好的 有一个减速 然后这边是已经是两级的度母了 居然让他混到两级了 这个有点 没想到 中路这边是森林 把中单 把女王 再见马龙 这就是全球啊 看一下 好像这边 这龙鹰有点凶啊 这龙鹰有点过分了 塔下打人不吸引仇恨 这个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小技巧的 看这龙鹰刚才在下路 把这个蝙蝠点的不要不要的 哎这边叠油了 看一下龙鹰这边没蓝了 龙鹰没蓝了 但是这个蝙蝠的血量有点低 血量有点低 应该不敢他嚣张了 女王 看看女王身上 好多补给品 这边身上有大药的 并没有吃 然后这边 度母 哎呦这边吃了个双倍 这边VS跟咒斯 在进行拉野 我们插到这个龙鹰的啊 这个如果没猜错的话 应该是小龙妹啊 我们看一下 哎牛头这一把 但是蝙蝠这边是刚开烧的 没有太多问题 炮神这边是玩的一个虚空 上路这边 看一下有没有机会 这度母是带了这边的一个 你看他吃的野怪 耐久光环 这个打过肉搏的就知道 这个这个道具 其实 这个光环很给力的啊 然后身上还带了一个 守护指环 所以很肉 神灵 我们差不多啊 不大方便 女王还被神灵压了 我可再点了两下 这个哥们要躺 牛头往后面蹲 就等着这边神灵想露塔强杀 然后这边杜姆 杜姆烈尸路混不下去了 他又来吃一个怪 打打野 蝙蝠这边是强行混到了 哎 那是好福 直接开烧 其实这个VS 你看 这边开始要是把这边一拉 VS他特别嘛 A一下吼一个 拉一下双双野是吧 这样的话蝙蝠在列宿路混不下去 然后去回 利用一点点时间 这个时候对面也不可能去抓是吧 等级稍稍混起来一点点之后 然后就去烧野 这样的话跳到 能出的时候还是能出 哎 应该没有多大问题 神灵身上是没有补给了 这个VS 出了他的鞋子 身上有一个 但是女王这边五级 快五级斑了 神灵要回去了吗 会不会选择开悟干他一波 神灵接着卖一下 但是这个血量200多 我们想一想 我们看一看 这女王应该是想找机会 想避上来 一个毒标 一技普攻 好像行 这个神灵还在卖 神灵还在卖 他快到6了 看一下VS 开悟在后面蹲 我们看一下 这满满的算计 但是杜姆过来了 杜姆来了 我们看一看 这个时候 不可能没没察觉啊 不可能没警觉 杜姆消失 然后 近位方这边 选择开悟 这边还是怼着这边的杜姆来 神灵来 但是神灵这边有6了 神灵有6 能不能甩出个大 nice 拼掉一个 神灵的这个极限的输出 还是打出来 但是牛哥这一片 龙鹰 好的 极限打死了这边的VS 但是这个龙鹰也得躺 这双方的一波打得很激情啊 这样的话是双方的这个 中路的中弹英雄一个互换 然后双方的一个酱油的一个互换 这一波杜姆没死 这一波杜姆没死 杜姆这个点很肥 女王这边马上到6了 看一下虚空 这边是点金手卷轴 这边 这边 骷髅王已经点金了 差不多 你看 双方的这个发木效率 差不多的 不过好像虚空好像比他多点什么 多个小元盾是吧 也有 他比他多一个补刀斧 还多一个大药 大药有 差不多 看 补刀反补特别多 这边 不看了 我数学不好 等下数着头疼 反正现在人头2比2 星期情况都差不多 杜姆这边快6了 蝙蝠 哇靠这边还是吞了很多眼 我感觉这边是 点个眼应该看到了吧 女王这边血量不是特别多 荣莹这边是3级 马上到4 双方大个位 八位的情况都差不多 但是杜姆在这边 我突然 VS在这边 我说怎么 突然好像少了一个人 一样 VS地图上消失 但是杜姆这个位置 这个骷髅王有没有锤 我感觉可以消耗他一下 这边插一个人 从路龙鹰混线 女王消失了 女王去哪里了 女王刚回家了 好亮七张TP 好像想对了 动手 那边也赶一个人过来了 虚空这边应该有大招的 我靠 这真心没办法 你看这个 亮七张TP 这边是龙鹰蹲在这个地方 女王是走过来的 杜姆从那边都赶过来了 这为了杀一个中路英雄 来了四个人 但是只是一张TP的问题 这个森林 我说 你面子够大的 他们这边也是为了确保这个 成功率是吧 杜姆牵你一条赶过来 你再不死 我再 拍个焦土追着你 当然神力魔汉高 并不是用焦土 来打伤害是吧 只是你用焦土来增加一个移速 蝙蝠 刚才应该是 这样一算起来 我觉得神力还迟 其实也不是特别亏 虚空交了个大 然后帮这边的一个蝙蝠 安全的 打了一波 打了几波野 烧了几波野 对吧 蝙蝠这边几级啊 六级 你看 这边 好警觉 站位稍稍靠前一点点 他这边就 往后面撤了 这个多么 有小绿鞋 其实不是特别好干 蝙蝠这边应该是选择拉野了 没有特别情况应该不太 不是会 不会上去的 牛哥这边也拉野 容易这边拉野 这VS在下路混了好久 感觉 这样的话 VS为什么不上去呢 诶 这边想三杀女王 拉住 nice 这边应该是 咒识开个大 漂亮 想的话这边也是杀了一次 但是这个人头是咒识的 咒识这边是做了个魂剑 看双方的这个眼位 位置都差不多 诶 上路好像这边动手了 但是这边有焦土 移速非常快 这边是几击的 诶 还是死了还是死了 应该没机会了 骷髅王这边是没锤子的蓝了 这VS混也不敢混 亮起TP 又来去干中路的 这边中路这个地方是 这个地方是有眼 取消了 那这样的话 虚空TP中 那就只有一个情况 说明他这个大招又好了 又想配合这边的女王 杀一波神灵 但是神灵现在是有必章的 感觉 他就算去了应该打不死 火狼这边嗑大药 看一下双方大哥的经济 夹腿点睛 一模一样 这个塔 这个塔 拿到 非常开心 我虚空这边补杂好像多一点 73 看蝙蝠多少钱 这边又囤了N多野 那这一波野杀完的话 就应该跳刀了 哎呦 但是这个网 我去 我也是醉了 这波野杀完 要跳刀了 等于13分钟的跳刀 这个时候中路干一波女王 背面还是不知道的 中路这边是并没有现眼的 我们看一下 跳刀但是拍了身上的蓝 这边没蓝了还是得回家 还要等一下 还要等一下 牛个山上有个物 想的话就是这个时候 哎这个时候可以拉一波这位远古啊 骷髅王这边做出刃甲 还是很肥的 但是 龙鹰 龙鹰这个装备应该是选择 要去先做个推推棒吧 虚空 这边是 疯脸 看一下女王 女王这边蠢蠢欲动 后面应该是谁 是个牛头 这边选这个三人开悟 找虚空了 三人开悟找虚空 咒斯 这个虚空好像有危险 这边破雾了 这边破雾了 咒斯开个大 刚才第一时间是破雾了 然后开个大 nice 哎呦喂我去 这也是坠了 被野怪打死了 我靠 这一波有点伤 刚才第一时间 其实也算是蛮快了 刚上坡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突然破雾 突然破雾 蝙蝠也是第一时间野民手快 他是先 先开烧 然后拉住 马上拉住 虚空 正准备抬手放大 然后被蝙蝠拉住了 不然刚才虚空就走掉了 他放大了 然后打不留 这边肯定追不上的 不过这一波 对于他们来说还能接受 被野怪打死的 那这样的话 这个下路塔 怎么说 这边是放得有眼的 这边也是开悟了 骷髅王这边是有两个 是有 有两条命的 啊 杜摩是直接给了 咒斯 咒斯给秒掉了 然后这边 再回头打骷髅王 骷髅王有条命 这个移速有点快 第一条命捐了 但是其他人不来吗 卖了 这样的话卖了咯 沉没到了 开刃甲 这哥们走不掉了 诶 其实我倒觉得 VS可以TP一下 换一手 这个哥们就有救啊 哦 VS死了 我说呢 这个真心没法救 那这样的话 这路塔就没了 射斗 就是 这位置还真的要小心一点 诶 我感觉牛头一板 这边有希望 哦 一个大招 造主神龄 神龄这边是狗杖 瘦了 杜姆这边是点金之后 挪A杖 这样的话一旦出了A杖的话 天真方就有点难受了 这个大招肯定是给这边神灵的 现在的话等级不高 杜姆这个大招就给咒师就可以了 我觉得后期的话都会给他 也说不准 这地方有眼 就是要不要来记一下 我感觉中路这边可以记啊 顿我 他们进攻方这边节奏很快 开始推中了 看虚空的装备 应该是会选择先出个BKB 对面的这个爆发有点高 就是这个酱油咒势 蝙蝠出的跳刀好像没有太 就是刚才杀了一波虚空的 这一波可以再来一次 这一波真的可以再来一次 虚空刚才大肆在这个地方用了 估计现在快好了 蝙蝠没过来 跳到还没好吗 跳到 跳走 这个去的应该是大招没好还是怎么点 不然刚才肯定是应该是 可以拉到塔下的吧 骷髅王接锤是吧 开始了 我感觉还是有机会啊 好 这边又再次再次开悟 要去干这个骷髅王 那这样的话 骷髅王这一波应该是没大的 哎 我感觉有人要悲剧了 这边去也去找骷髅王 骷髅王这一波是没大的 完了 哎 这边发现一个蝙蝠 蝙蝠躺了 这边蝙蝠 帮他躺枪了 看样子天在放 静方这个节奏 很紧啊 多么 多么身上是 一圈三了 这个二十分钟这是要跳刀的节奏了 不是 要A杖的节奏了 点睛 A杖 神灵这边 看下VS 牛哥 密法 他的跳刀还差有点远 你看有神灵 有神灵出绿杖 多么看到了就给你个大 免得你 什么在你面前切臂章之类的操作 不给你扯 这边是开了一个雾 蝙蝠是单开一个雾 这边没人呐 我靠 这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VS刚才的眼放在哪里了 我不是看他有两个眼吗 亮起TP 这边要撤了 女王独标 应该是 来了来了来了 完了 这VS应该要躺 先C住 神灵没敢放大招上去 感觉有点不赚 你这个放大招上去的话 虚空就是一个大 那其他的AOE什么乱通通的全部砸下来 但是这一波 我们看一下 骷髅王这边应该是更新的跳刀的 这开刃甲 你怎么说 骷髅王垂住 好的 那这样的话 虚空一个大 就一手龙鹰 龙鹰应该可以放其他的技能吧 这边是被蝙蝠带走 互换了 女王打死这边的一个神灵 骷髅王复活 蝙蝠这边是拉住 女王会不会死 哎呦跳走了 后续伤害 没有 二十多点血 VS这边没死 其实这一波好亏的 又是 亏了一个 而且这一波是死了 神灵 哎呦 神灵团战的时候就吃大 然后女王追着点 可是这确实有点点 有点烦 看着他们只能打Gunk 团战不能接 找机会去 找人 这个杜姆确实是烦了 变成的 现在人特别变成一个几比五 现在人特别变成一个九比五 把他身上一千块钱 不知道下一个道具做什么 我觉得现在的问题就是团战的时候 到底谁去吃杜姆那个大 这个很关键 最好下一波团 如果这边神灵能够吃到一个幻象符 然后能够幻象符能够 最好 我说是假设 我靠这一来一回损失大了 上路拿掉塔中路反补一个塔 这个天长帮好亏啊 这个东西可以 对 这个东西可以 我差点把这个东西忘了 但是神灵如果带盾的话 对面那个盾就不会怕你了 我们看一下下一波团能够能打赢吧 神灵这波带盾的一波能够打赢 那就行 那每次的话就 诶 诶 这边发现了 看一下牛头这一板很关键 龙鹰这边还没推推 在这边是沉没了 这个 诶 这边是有加速 好三两刀直接解决 这个时候可以乘胜追击 骷髅王有两条命的 但是后面的人跟不上 这个时候是他们的一个非常有力的司机 神灵带盾 骷髅王有两条命 骷髅王有两条命 杜姆不好给的 虚空跳上来 我们看一下 他这边放大招 但是 那个谁跳出去了 未来是一手换 nice 虚空开了比特币 蝙蝠跳弯拉住 这边杜姆是给了谁 好拼掉了 nice 这一波很关键 骷髅王这边是打掉了这边的虚空 但是他是这边是有两条命的 没关系 诶 杜姆刚才那个大给 交没交 神灵这边好像并没有死啊 杜姆刚才大还没交吧 看一下蝙蝠还在后面 蝙蝠也没事 那这个时候 我可这一个盾 这边确实不太好打 神灵又升龙火虎了 这个时候可以尽 尽心的把这个优势扩大 扛着点 VS那个一手换 虚空一个大招 罩住这边的想 想通过虚空的大招 强行秒这个神灵 结果被VS一手换 换出去了 这好伤啊 眼看着刚才有点优势 现在就因为这一个盾 神灵 盾我不好给大 这边 赢了一波团 你拿两座塔 瞬间这个局势又不太明朗了 又不太明朗了 多么这边是有跳刀的 多么有跳 刚才那一波 天真方侧 骷髅王是因为没大 骷髅王有大的话 刚才可能还会随时再逼上来 所以他们会选择 拆了两座外塔 也是很赚的 这样的话 再赚一圈 这边骷髅王应该又又又有大了 神灵这个盾还在 再逼一下 天真方不好接团 宙斯这边更新跳刀 但是宙斯身上没TP 这个上路一旦打起来的话 这边第一时间赶不上 好 神灵这边缴械了 天狼之己 这样的话 对面想打动这边森林的话 就不太容易了 诶 我们看一下蝙蝠 从这边 烧一条路 以前啊 我记得以前有一次比赛的时候 有这边现在好像看不到 就是这个蝙蝠老是从这边 再烧烧烧烧一条路 然后在这边跳拉 拉住人 搞到后面都喜欢擦那个地方的高抬眼 就是有蝙蝠的局 这边直接来了 直接来了 神灵 你不就是有个盾吗 但是就是这个盾啊 这边有缴械 其他人打他没办法 吃了盾不大的话 这个天真方就 肆无忌惮 所以盾不大也不好随意给 这样的话 天真童方这边只能拖 拖到这边神灵的盾掉 掉了盾 他们可能会强势的反扑一波 这样的话 打一个盾 连破对面 赢了一波团 然后连破对面三座塔 这个 确实这一波很赚了 赚大了 诶 龙鹰没在 诶 龙鹰怎么没开到雾 这三个哥们虚空没去 这三个人在这边开雾 诶 要破雾了 我靠这多么跳上来 哎哟 这个大方的 这个地方这个眼好关键 这个眼是 诶 不对 高台 我靠刚才那个 刚才那个跳 我去真的是 这个在这个高台嘛 这蝙蝠估计也是到那个上面去了 然后跳到CD 我感觉第一时间 应该没那么快吧 刚好跳走了 因为刚才我切 镜头切到这里的时候 那个蝙蝠应该在上面 等了很久了 是吧 又没有上去繁衍的意思 应该是 不知道怎么上去了 然后动不了 下路这边看一下 这蝙蝠有飞鞋 推推跳刀 看下个刀是做什么 如果他会选择带线的话呢 会选择出一个吸瓦 这样的话 对于对面的这个DPS 都是一个 非常大的这个压刺 如果他想打先手 可以 有钱刷个羊出来 如果要是帮助 打一个辅助性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呢 他可以出一个林肯 但是感觉林肯 这个道具不太适合他 就是 就是帮他们出个林肯 但是我感觉 出林肯的可能性不大 因为蝙蝠确实打钱 你要说慢吧 他也不慢 毕竟有一个燃油路径 可以去烧 去刷野 但是看他下一个道具做什么 这个确实还不太清楚 我倒感觉这个 这个阵容他 我感觉强西又不太可能 因为这边的一个DPS能力并不高 地头上没人 这边直接 我靠一个 一个大 这样的话就知道对面开悟了 撤了 整天没盾他肯定不会打的 等下一个盾 再来上高 他天在方的策略应该就是这样子的 然后静悟方现在 又不太敢出去 这个时候其实天在方可以在这地方做点 做点演 多姆跳刀身上是两千八 钱很多 多姆应该是打算出西瓦了 当然管局出一个刷新球 更加更加犀利 多姆这边是大电锤 嗯 咒斯这个道具他是要出刷新吗 刷新 刷新 也行哦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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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进行方现在好难受啊 找不到人 天哪不肯打 這個盾眼看著下一 那這樣下一波團這一波團很關鍵了 在這個地方這一波團真的很關鍵 進入方能贏 這個幾座外塔肯定全部要拔掉 天戰犯能贏 這個進入方可能要破路 應該是這麼一種劇情 虛空 不過虛空是有買回錢的 就是這邊再開一個大 他這邊大用來開視野 誒 我靠 蝙蝠有推推 我說他是他敢跳過來 我剛才以為是那個骷髏王跳過來 收兵了 好危險 這邊牛頭跳大 直接秒的做絲 這個未然是也是沒辦法 第一時間想換都來不及 被牛頭板了 蝙蝠也是有點囂張 他在這個地方老是一個人在這邊收了好多線 這樣的話牛頭 在這個時候 套主本跳到 對於這邊的一個天戰方想上高 又是一個很大的威脅了 那等一下我們看看團戰的時候 他就是這個大到底怎麼放 第一個就是打團 有的時候開一波霧 找不到對面人 可能就是有的時候可能是秒破霧 或者卡一個視野 就像剛才這種情況 就是先開個大開個視野 然後讓蝙蝠打先手 是吧 另外一種呢 就是感覺一波團快要開 快要開了 感覺牛頭要放大 他可以提前 先放個大招 打斷這邊的一個牛頭跳刀 不讓他跳大出來 這個也是很關鍵的 我就看他怎麼放 因為其他的人的話 確實不太容易 蝙蝠如果能用那個燃油路徑 能打斷那是最好的 但是感覺上不太現實 牛鬼這邊跳到一座 這邊又好難受了 現在盾刷了 現在盾刷了 天戰方又不太好打 這個裡面想一想 想一想的到 牛頭一個跳大 這個傷害 接上虛空 然後龍鷹的大 驚蝠這個陣容 AOE很強 你敢打盾 不好打 天戰方也不敢打 驚蝠方也不敢打 驚蝠方也不敢打 我們看一下 這一波很關鍵了 這個盾 這一波團 很關鍵 神靈沒買活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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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感覺這一波團 打起來這個天戰方 肯定要吃虧 驚蝠方好像都是有買的 肚姆 肚姆更新了BGB 他沒有出那個什麼 女王 也有買 龍鷹沒有 蝙蝠 蝙蝠趕往這邊帶 他可以TP這邊 到時候一開 我靠這虛空就 就單單在這裡偷了嗎 我靠 這個盾 神靈等下要進去撿盾了 完了完了完了 這地方有眼 但是已經來不及了 感覺上已經來不及了 神靈甩個大 這邊虛空要放大了 神靈 但是神靈已經拿到盾了 一個大招照住 但是神靈是有 有腳械的 開BGP強弱 還好打死了這個盾 神靈活過來 這邊度母 直接給神靈一個大 秒他 神靈 哎呦神靈這一波 沒打出輸出 但是骷髏王 這邊度母把他解決了 牛哥殘血 正式開個大 然後這邊再追 女王也這邊blink 這一波打了個一換四啊 這邊神靈 這邊有跳刀的 哎呦剛好 卡了個CD 等於就是這邊 強行 哎呦這一波 卡的時間點卡的好啊 神靈這邊剛好進來 雖然這個地方有眼 剛才也是好像又被牌了吧 雖然有眼也是看著神靈一個人進去 但是進去的時候這個盾快打完了 對 虛空一個大 並沒有照住 呃 骷髏王 骷髏王外面的話 剛才是應該是給了一榔頭 給了這邊的一個一個 一個 一個度母 神靈復活 杜母的大招放的也是很快的 外面什麼情況 我沒太注意到 反正剛開始的時候看到那個 應該是龍鷹吧 龍鷹是直接被咬了 神靈復活的第一時間 杜母的大還是給的很很及時的 神靈一個大招都沒甩出來 不然甩出來的話 呃 他一個大大的大的杜母那邊 剛才這個地方是有一道鉤壑的嘛 是吧 那這樣的話 那個 虛空想切神靈的話 就不太容易了 因為 因為骷髏王可能隨時會幹他 就是因為那一道鉤壑 這樣的話 雙方人手打平 三十三 三十六 分鐘 一十一比十一 加油 蝙蝠這邊空了一個 隱身符 哎我感覺這個時候隱身符 應該會出事啊 進入房這個時候在烈士 他不可能這個地圖上不做真眼了吧 你看這個地方 比方說這個地方要是有個真眼 這哥們不躺了嗎 這個也是沒想到 哎 這邊找出一個時機拉住 但是後面的人能不能跟上 好 就是G一個C一個 nice 這邊直接秒了 很關鍵 這邊秒掉了牛頭 牛頭 看一下牛頭的錢 牛頭不能買活 牛頭不能買活 這邊 那這樣的話 這一路 這一路應該要送了 沒有牛頭 這邊應該打不起來 應該不敢打吧 放個大 延遲一下 等牛哥復活 這邊還有二十多秒 這邊還有塔房 那虛空 進來 揚住 我靠 這是誰出的把揚刀啊 我靠 女王出的這把揚刀很關鍵 這一波 不好說了 這一波不好說了 這邊直接秒掉了兩個 那這邊要撤要撤要撤 這邊還有最後一下 反捕 我靠沒反捕掉 再給獨標 再給獨標 這個骷髏王給誰 這邊是給這女王 一腳踩 我靠 這好傷 要被玩死了 兄弟 牛頭復活 這個虛空打不掉了 跳走了 吃個大藥 回頭幹 撤了撤了 這一波好傷啊 我靠這女王掏出一把揚刀 第一時間把骷髏王給揚了 然後秒後排 這個計劃 這下怎麼說 你現在往前面扛是吧 骷髏王現在沒法前面扛了 骷髏王這邊 看看他要不要更新BKB 錢是夠了 但是這個 看他怎麼會怎麼出裝吧 點擊手應該要賣掉 沒有 哎呦好尷尬 這哥們 骷髏 骷髏王如果想躲這邊 一個揚的話 感覺也不是特別現實 女王有blink的是吧 你不可能女王一blink一跳上來 他就直接開BKB吧 沒道理 該揚你的時候還是要揚 然後這個大招 還是給這邊的一個神殿 神殿這邊再做龍星 神殿這邊再做龍星 這邊是怎麼秒掉的 蝙蝠配合這邊的一個 就是這個人頭漏掉了 人頭14比14 神殿這邊還得刷一下 做一個龍星出來 但是這個時候 天才方的眼味啊 他們的眼 沒眼了 這應該快刷新了吧 這個眼看到了 這個眼看到了 記一下應該看到這個眼了 這樣的話這個眼要反掉 蝙蝠 看一下虛空虛空身上多少錢 4000多 他下個道具做什麼啊 再憋一憋 搞一個 搞一個刷新球出來 這邊選擇開悟 金融方開悟 龍鷹這邊又沒在裡面 這龍鷹幹嘛啊 怎麼弄的 這龍鷹為什麼老是每次 好幾次不在那個裡面了 哎呦 女王忍不住補了一刀 其實剛才那個也是沒辦法的 你比方說一個兵線 快壓到這邊來了 那麼多人不去收這個兵線 那肯定知道是開悟了 女王忍不住出來了 這邊再次把這個眼給反掉 這邊並沒有選擇出比克幣 出了個大電 出了個大暈 大暈 大電錘 畢竟決賽啊 也是打得好穩 抽絲 這邊應該是氣到了 我們第一局打得好謹慎 這女王 羊刀出了 到這邊再買一個 再買一個球 下一個盾還沒刷呀 這邊去找 現在進入方 咒斯開大 對面沒開悟 全在上路 但是這個時候盾沒刷 這邊選擇TP 其實有咒斯 其實還是 在戰略上還是比較占便宜的 就像剛才這一波 虛空一個人在前面 他們這邊就是在 在蹲一個虛空嘛 是吧 在蹲一個虛空 就看有沒有蝙蝠什麼想過去跳拉抓住抓他的 如果有我們就在那地方開個團 但是咒斯這邊開一個大 就知道對面的人全在那裡了 這樣的話行動懸告失敗 這邊極體撤退 如果剛才如果這次沒開個這個打 或者按照正常程序 蝙蝠一看上路有個人 走我們去兩個 把這個 把這個虛空給抓了 那這樣的話就中氣了 對面五個 然後 然後從另外一個點 如果這邊是去了五個人 在這個地方打 照樣打不過 因為這邊有個墮 骷髏王第一時間打不住輸出 然後 女王第一時間把這個 骷髏王給揚了 揚了之後 虛空跳下去 跳到後排去 直接放大 放大到照住後排的這邊的 咒 咒 咒 這三個嘛 蝙蝠 最好是蝙蝠跟咒獅 只要秒掉這三個其中的 一個 好吧 先秒掉一個 那其他剩下的團就好打了 VS可能 感覺上不是 感覺上不是那麼重要 就是這個蝙蝠跟咒獅 咒獅 爆發高嘛 是吧 AOE爆發太高了 然後蝙蝠這個先手無敵 可能會讓 團戰的時候 多麼啊 不好放大 然後被其他人集火秒掉 就會出現這種情況 所以就算在這個地方 真正的接力波五人團 這邊基本方依舊不好打 這個骷髏王點個金趕緊跳 這個時候天災方也是趕緊往這邊靠 但是 沒盾 天災方依舊不敢打 神力 神力有龍星 這個跳上來 直接敲 但是女王揚刀 這邊開大殿 撤 蝙蝠開霧 跳過來 但是第一時間沒找到人 牛哥 骷髏王跳出來 但是牛哥這邊跳 後面還去了 直接把這個咒師給秒了 看一下骷髏王 這邊是秒的龍鷹 虛空 臨死的時候 這邊應該放個大 能夠秒掉這邊的一個 能秒掉他嗎 還點掉他了 然後再打這個VS 蝙蝠有沒有拉 我靠 我靠這個蝙蝠的這個城市的話 有個大招 那這樣的話這個 舵姆大招應該是給了神靈的 這邊踩一腳 這邊有吸瓦 好像不是特別好秒 大暈有沒有 大暈應該快好了 這邊光哥這邊直接秒的舵姆 這波團 賺一個 那這樣的話可以順勢打盾 這邊的狀態都不太好 虛空沒大 虛空沒大 這樣的話 有VS的光環 還有這邊的一個剪甲 這個骷髏王這個輸出應該夠 應該會很快打掉 這樣的話 但是問題有一個 問題有一個 神靈不在 神靈不在 誰來拿盾 要等一下吧 兄弟 等一下 這邊還是等神靈 神靈 TP啊 兄弟 咒斯拿盾 不等他了 這個盾 不過給咒斯也行 咒斯現在的爆發其實也挺高的 十九級有刷新 就是這邊也要做羊刀了 蝙蝠還是做吸瓦 BKB之後做吸瓦 這邊吸瓦也出來了 那一次 有奶酪 這邊給神靈一個奶 這個可以 這個可以 我們看一下 虛空這個裝備 動物 動物的裝備 看有沒有刷新球 好像還有點濾眼 打了48分鐘了 現在人頭還是這麼接近 這個 這個 老子堆是你這個 是不是那個小湖北啊 我 有沒有人知道這個是不是那個小湖北 我對這個ID不是特別熟悉 這邊選擇開悟 蝙蝠一個人在這邊 我靠 剛才這個地方有眼的 這蝙蝠估計要拜拜了 哎呦這個火焰 這個火焰要被揚了 這哥們要被揚了 趕緊跳刀 選擇TP 女王 能不能來個E4不另開 有了這個F Nice 好關鍵 這一波被抓的 其實這邊反應已經很快了 但是牛頭這一道勾鶴 放的真的是亮了 這邊也是找不到人 女王剛才不link 從這邊是跳過了 這樣的話 70秒啊 這個塔就沒了 這樣的話還要避下高 看他們會不會在這個塔這裡打 感覺不會 蝙蝠這個英雄 而且他的西瓦對於在團戰的時候 起到很很很關鍵的作用 咒斯別亂來 記一個 有眼 趕緊跳走吧 這個反不了 這邊 咒斯的攻擊力 打這個東西可能要 要兩三下 等你兩三下的話 我估計人都來騎了 這邊也是沒辦法 記到了 看對了有眼 不敢反 現在人頭比進一步拉平 十七比十七 虛空 哎 虛空為什麼 為什麼你這麼高猛啊 大運錘 女王羊刀 酷魯王第一個盾 VS一手換 第一條命還沒交 VS反身 酷魯王這邊 虛空這邊 放大 他這邊出來刷新的 但是好像這個 哎 這VS為什麼這麼硬啊 好起來了 神靈被秒 骷髏王起身 虛空再刷新 放大 再敲你 我靠 這個刷新大 放的有點點無敵了 拉住 蝙蝠 拉住 骷髏王能打速出 開刃甲 耐死雙殺 這邊女王殘血 我靠 什麼情況 這蝙蝠一來 剛才一絲血的 這邊的一個 骷髏王沒被打死 我眼看著這邊要團滅的 這個蝙蝠活過來了 我靠 這一波 然後極限的一個跳拉 拉住 拉住這邊的一個虛空 虛空打不出輸出 盾姆又 哎呦 女王那個輸出 沒沒輸出 女王基本上沒輸出 這邊有吸瓦是吧 骷髏王這邊 護甲也高 你看有吸瓦 不是有刃甲有強襲 然後加上這邊的一個吸瓦 這邊還想抓一個 龍鷹 有機會 來是彈一手 好 這邊是先手被沉沒了 開BGB 這邊沒打算用拉嗎 龍鷹甩大 沒用 這邊開了BGB 大招的時候不是用 強推 這一波虛空 剛才上一波是刷新大用過了 這樣的話就沒有拉 直接拆 來 直接上路了 這一波 蝙蝠 蝙蝠 蝙蝠剛才那一手好關鍵 我真的說好 只想說好關鍵 而骷髏王這個裝備也是挺肉的 蝙蝠王跳鎚 垂虛空 蝙蝠拉住 剛才想跳走 但是蝙蝠王這個時候被揚了 能不能給上一鎚 Nice 開一刃甲 杜姆買活 杜姆買活 這邊要不要撤 破了兩路 杜姆買活 不用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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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蝙蝠王肯定是兩條命的 忘記了 神靈這邊剛活 杜姆是買活的 VS一手壞 很關鍵 再鎚神靈大招甩上去 那這樣的話要雞雞了 牛哥跳大 牛哥跳大 蝙蝠王死了 跳過來 一鎚子 兩鎚子 那也是啊 雞雞了 剛才這個地方這一波 我都沒看明白到底是什麼情況 我明明看著那個蝙蝠王要殘血要死了 突然跳出一個蝙蝠一把拉住 那個局面瞬間地轉 這樣的話我們 第一局先到這裡啊 我們緊接著來看一下雙方的這個第二局 好的趕緊來看我們的雙方的第二局 這個也是 這場比賽的 決勝局了啊 嗯 進入方這邊 大了隊伍先 率先取得賽點 他們再贏一局的話 就會拿下這場 比賽的一個冠軍了 天下方這邊是 進寶寶 先來說先上一局吧 上一局這邊 進寶寶隊 他們這邊是 拿了一個虛空 在最後一波團啊 最後一波團 不是最後一波團 他們在他們第一次上高地那一波團 奇蹟啊 我的感覺是奇蹟發生了一樣 瞬間看著那個骷髏王的一個血量好像不足兩位樹 好像剛剛兩位樹吧 就差那麼一下 一個一個關鍵的個蝙蝠一個跳拉 結果拉住了這邊的一個蝙蝠 拉住了這邊的一個 虛空 進化頓時沒輸出了 多麼大招放過了 女王 夠不著 而且天下方的這邊的一個護甲 他們這邊 骷髏王身上是帶了一個 刃甲 加強席 蝙蝠身上有一個吸瓦 護甲高的不得了 眼看著那麼一絲絲血的骷髏王硬是打不死 哎呀好頭痛 骷髏王是被 那個虛空是被蝙蝠拉了 好極限我只想說 如果骷髏王剛才那一下被解決了的話 可能 贏的話 就應該是 敬衛方了 也就是說 目前這邊的 敬寶寶隊 好這裡我們不多說了 我們趕緊來看雙方的這個第二局 這一局是天下方 先搬先選 他們這邊先搬老路 然後第二手搬神牛 敬衛方這邊是搬了火女加獅王 哎 上一局你們拿蝙蝠 這一局我也玩蝙蝠 上一局那個蝙蝠確實玩的6 我現在忘記是誰玩的了 我想起來了 那個俄禍 屌屌的 感覺真的屌屌的 好幾次關鍵的一個跳拉 很關鍵 河道那裡 敬衛方開悟 抓他 被他跳走了 然後天下方 他們自己開悟 然後抓虛空那一手 虛空剛好想抬手放大的時候 被這個蝙蝠一手拿 拿住 那個時間差隔0.5秒之差 上一局蝙蝠確實發揮的非常非常好 當然光哥的那個也玩的不錯 我總的來說 開局他們都是打得個五五開 看雙方的人頭就知道 最後 我只能說運氣差了一點點 運氣差了一點點 如果虛空 能夠 是吧 能打出幾個 那個額外傷害 那個虛空 那個蝙蝠可能就死了 就沒有後面的戲了 但是啊 就是那麼一點點啊 就是這麼的劇情 有劇情 那麼我看一下這一邊 打蝙蝠 天上方選蝙蝠 剛才你用蝙蝠捋了我 這下我要直接一手拿蝙蝠 這個進步方 考慮好久 這個額外時間都快用完了 拿毒龍 然後第二手我們看一下 第二手拿什麼 瞄點 烏扬絲 然後 那些感覺 有很多 天下 這下 打蝙蝠 就是 好 打蝙蝠 讓人 打蝙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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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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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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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 看 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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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看看 其實賺了這個鳥值錢一點嘛 比殺個人值錢多了 剛才第一時間沒看到 烏妖 烏妖這個戰位有點兇吧 變幻 給了個大 給上套子 套子沒啥用 這個劍聖 看一下 冰會要躺了 這地方是沒視野的 OS線上補刀 毒龍也去打錢 哥們 你走遠了 這時候劍聖很有大的 那這樣的話這個塔應該是沒了 他們這邊也是各種在為他 為幽鬼 但是幽鬼也沒打錢了 哎呦 這局幽鬼好窮啊 這局的幽鬼真的很窮 這一局的話 這個進入方很難了 真的很難了 這局幽鬼太窮了 給了大招 但是這邊不屌你 不敢上了 這邊 但是劍聖這個血量不高了 可打呀 剛才幽鬼第一時間 劍聖這邊放大 斬此一個VS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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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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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烏烏要這個大招 雪崩 這一波我只想說雪崩 這夜魔趕緊走吧 夜魔選擇TP 對面好像是沒有打斷技了 8比12 這樣的話這個二塔要被拿掉了 快點 進魔 沈默 冰魂給大 但是這個大放的 預判性的 但是幽鬼這邊 劍聖這邊回來了個頭 選擇TP 呦 未來是第一次都沒事 錯了錯了錯了 裝了B還跑了 這好難受啊 眼魔上去 先生這邊放了棒子 他要去野區找人了 他要去野區找人了 但是這邊的人 一個都看不掉 火箱一個人在下路 这个眼 这边来了 但是你這邊不開霧嗎 你不開霧嗎 誒 野魔 金魔 這次太賺 但是身上沒TP 在那個地方買TP的話 應該要被打斷 冰魂的大招給上了 咦 哎呦 這個血量剛才追一下 給個威 然後會減速到的嘛 給個骨灰 其實這個血量真的有危險啊 剛才冰魂的大中了 野魔再去野區找他 這邊又開轉 這邊這一下有TP了 蝙蝠這邊快 快推推了 地方有眼 蝙蝠這邊應該要 要拉他了 有沒有 這地方來 這邊來 這邊來 直接開燒了 誒 蝙蝠不拉了嗎 在等隊友 蝙蝠在等隊友 等隊友 看一看 完了 血崩 這邊一個個的被端端 我們看一下這邊的一個 視野 夜魔開大 夜魔開大 殺中龍劍聖嗎 好 好 遊鬼傳過來 那這樣的話 劍聖應該是要被S 抓了一波劍聖 還行 遊鬼 哦 遊鬼 遊鬼這邊是出了個先鋒盾的 誒 再拿一個塔 蝙蝠 我靠 這一看情況不對勁 趕緊跑了 他本來還想先 還還想拉這個VS的 但是下路塔這個塔就沒了 這是誰 敢量級DB 我靠夜魔好屌 你好屌 誒 這個大 我靠彈過去了 去 丟 這個大招 哎呦我去 這個大招 要命 簡直要了個命 T 5 5張TP吧 剛才 5張TP 換一個塔 反補 打盾 天才方式節奏很好 剛才巫妖一個大招 把這邊都打殘了 兵惠能不能來個意識大放 放一下 我感覺這一局他們的人 這局打的不好 金融方這邊打的不好 光哥 他是比較喜歡打那種 偏刷的英雄的 但是打這種局的話 那如果打刷的話 他就可以打1號位 然後 讓這邊的 這個全球去打 打後衛 他們 他們兩個人個性不一樣 全球他平時打的時候 喜歡是找人去喜歡幹架的那種 好 好的 好的 哎 走了 你看他們找節奏的能力就可以看得出來好像兩個人的個性完全不一樣 上一局他打的骷髏王確實刷的很快 這一局情況不對勁 這就是為什麼有的時候要定 有些人專門打1號尾 有些人專門打R號尾 就是這樣來的 明顯看得出來他們這個在裡面的一個表現情況就有點不一樣 讀了這個裝備 哎呦這哥們要被秒了 一口沒肯奶回來 VAC手換好像吃了一套技能 但是還是被秒了 劍勝一個大 優惡開大還得及死了 但是劍勝一個大 加烏妖一個大 全部全軍覆沒 然後劍勝一個棒子放著回血 強點 這一波 只想說這一局 進攻方好難玩 強點塔 但是這個兵線沒過來啊 冰魂再給一個大 但是無機於是啊 根本不屌你 等下棒子一放 立馬 神龍火狐 健身開轉 這邊選擇TP嗎 你看這個火槍根本不屌你 他有盾的 哎 怎麼說這個 夜魔死了 夜魔死了 啊 這毒龍也要被秒死 奇蹟 這邊打出奇蹟 確實 這個這一局 進攻方打的一點節奏都沒有 他們他們還是 我的感覺還是那個全球去打中丹 全球去打中丹 然後這個光哥去打大哥位 就像 那樣打還行 這個換了一個人 確實打的不一樣 你看這個中丹一個毒龍 他他都沒有 他的 那個節奏帶的不好 我不知道你們大家是怎麼覺得的 然後 進攻方這邊去打的有點點 有點點沒在狀態 好的這一局就到這裡了 這是雙方的第二局 那這樣的話 雙方是打了個1比1 我們緊急的趕緊來看第三局吧 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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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